弗朗茨·彼得·舒伯特创作了许多筷智人口的音乐作品 其中包括他的钢琴小夜曲 舒伯特于1826年创作了这首小夜曲 当时他的创作活跃于维也南音乐界 这首小夜曲属于舒伯特晚期的作品之一 在诗中 男主角在深夜时分对着他心爱的女子窗前迎场 表达出对他的思念和爱意 这首小夜曲的旋律柔美优雅 情感浓郁 完美地诠释了诗中的浪漫情怀 舒伯特创作这首小夜曲的原因 可能是出于对爱情和浪漫的追求 以及对诗中情景的重义 他以自己独特的音乐语言 将诗中的情感调达出来 成就了这首美丽的作品 舒伯特的音乐作品通常富有情感和诗意 他的小夜曲也是他浪漫风格的典范之一 小夜曲故事情节如下 故事发生在一个安静的夜晚 月光洒在一座小村庄上 男主角深深爱住他的心上人 而他住在村庄中一座古老的房屋里 男主角对他的爱慕和思念 如同一股不可压抑的力量 推动他在这个宁静的夜晚前往他的双边 男主角站在他的窗户间 注视着他安详入睡的面容 他深情地吟唱住小夜曲 以音乐传达他心中的爱意 他的歌声如同月夜中的微风 轻轻拂过他的耳边 庞夫在向他述说着他的爱 小夜曲的旋律柔美而悦耳 悄悄穿过夜晚的寂静 传达着男主角对他的渴望和迷恋 他的歌声如同一个秘密 只有月亮和星星能够见证 只有黑夜能够听到 在这个神秘的夜晚 男主角的歌声弥漫在空气中 庞夫打开了一扇通往他内心深处的窗户 他希望这首小夜曲能够抵达他的梦中 让他感受到他对他的深情和渴望 当歌声渐渐淡去 男主角静静离开了窗边 带着心中的爱意和期待 他希望这首小夜曲能够触动他的心灵 让他知道他对他的爱意是真挚而深沉的 小夜曲带着男主角的爱意 在夜晚中轻轻传达 散发着浪漫而迷人的氛围 这首曲子成为了男主角对心爱女子表达情感的方式 也成为了他们之间一个美丽而富有意义的回忆 故事中的小夜曲以浪漫和爱情为主题 展现了男主角对心爱女子的深情表白 和对他的无尽思念 这个故事让我们感受到爱情的力量和音乐的魅力 让我们沉浸在夜晚的宁静中 追寻那份浪漫与感动 小夜曲中可能隐含着更深层的含义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解读 时间的流逝 夜晚代表着短暂的一刻 小夜曲的歌声如同逝去的时光 在深夜中传达男主角的情感 这可能象征住生命的短暂和美好瞬间的珍贵性 隔住窗户的距离 男主角在窗户外吟唱 窗户成为两人之间的障碍 代表着他们之间的距离和风格感 小夜曲表达了男主角希望能够达破这种多么 将他的情感传达给女主角的愿怀 隐秘的爱 男主角在夜晚中低声歌声 这种隐秘性暗示住他的爱是私密而纯粹的 这可能反映了爱情的神秘性和深藏的情感 梦中的相遇 男主角希望小夜曲能够抵达女主角的梦中 成为他们心灵相遇的一刻 这可能象征住爱情在梦境中的虚幻和超越现实的力量 音乐的语言 小夜曲以音乐的方式表达情感 展现了音乐作为一种情感语言的能力 它超越了语言的限制 直接触及人心 这提醒我们音乐的力量和情感表达的重要性 小夜曲可能象征着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恐慌 男主角站在女主角的窗边 因唱出歌曲 仿佛回到了他们过去共同的时光 这首曲子可能唤起了他们之间的回忆 让他们再次感受到当时的情感和感动 这种感动可能涉及到他们的初始相遇 恋爱时的浪漫时刻或者其他共同经历的回忆 小夜曲将他们带回到那个过去的时刻 唤起了那段美好的情感和经历 让他们再次感受到当时的激情和爱 这种渴望回到过去的感动 可能源于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满或失望 希望能够重新体验当时的喜悦和激情 小夜曲成为了一种逃离现实 追求情感共鸣的方式 让男主角能够再次感受到过去时光的美好 这样的诠释也可以引申为 对于人生中过去的某个阶段或世界的回忆和自由 小夜曲成为了一种情感和发展 唤起人们对于过去时光的情感和回忆 他提醒我们 有时候回忆和注意是我们寻找情感和配合 重新连结的一种方式 音乐有着无测的能力 能够唤起我们对于过去时光和经历的回忆 来给我们情感上的出动 当男主角已经唱过小夜曲时 他的歌声庞扶打开了一道时光之门 带领他回到过去的时刻 他或许回想起了年少时的冒险和梦险 或者回忆起那些与挚爱共度的时光 这些回忆和情感触动了他的内心 使他再次感受到那些重要且令人难忘的时刻 小夜曲透过旋律和情感 向听众传达着关于生活和人生的深刻提供 他提醒我们要珍惜每一个瞬间 因为这些瞬间可能会成为我们回想的宝贵记忆 他也呼吁我们应该以感恩的心态 对待过去的经历和人生旅程 因为他们塑造了我们成为今天的人 这种触动也可以引申为 对于人生中重要人物的思念和感激之情 小夜曲可能成为一种表达 对于已故亲人或挚爱的思念和敬意的方式 它让人们回想起和他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感谢观看